哈喽大家好,好久都没有分享过学习干货类的视频了 这一期突然想做一个英语写作经验方法分享的视频 是因为我昨天刚刚得知我在前天参加过的 外延寿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中获得了上海赛区的第一名 它这个比赛的赛区是这样的 每个地区的每所高校派出三名选手去参加这个地区的复赛 然后在复赛中排名地区前三的选手可以在12月份去北京参加全国的决赛 其实我去年在大一的时候就参加过外延寿杯的阅读大赛 今年参加的是写作大赛 当时的阅读我就是代表我们学校去然后获得了上海赛区的第一名 就是其实感觉有点误打误撞 因为我当时都没有搞清楚这个比赛是怎么回事 然后后来就去北京参加了比赛 英语写作方面其实前一阵我也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去准备 也不是很长 就是去准备这个比赛 所以就想着趁热打铁可以就是做这样一个视频出来 分享下我在英语写作方面的经验 那这个视频我就会从如何有效的去记单词 还有如何就是系统的去积累你平时遇到的一些好词好句 还有就是怎样选择适合你的可以作为输入的阅读材料 包括怎么去找这些材料的资源 然后到最后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小众的内容 大家有需要可以看一下 就是大学生如何在学习生活中需要的英语写作方面做一些准备 比如说如果你要用英语做一个presentation 怎么去准备资料或者是写讲稿 还有就是如果有对这个比赛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准备一下 那就不多说了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首先我就讲一下单词的部分吧 要写好作文的话当然必不可少的就是单词的积累 但是在我上大学之前我其实没有专门系统的去背过单词 就是用一些背单词软件这样子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种方法对于高中来说可能勉强还可以 就是你靠着一些书后的单词表 还有一些你平时做阅读的时候碰到的一些单词的积累 但是到大学你竟然有这个时间 而且其实我感觉大学四六级对于英语程度比较普通的同学来说 可能还是有一些挑战性的 所以就是你就需要去专门用一些单词软件去背单词 当然如果你四六级的词库还没有掌握 就从四六级开始 如果已经掌握或者就是并且你还有考亚斯托弗的需求的话 就一定要亚斯托弗的词汇也这样去背 因为这些词汇其实并不是你在平时做一些阅读题 或者是一些普通的阅读材料 比如说去读一读一些英文的文章 就经常可能会碰到的 所以你就必须这样 就是可能说有点机械的去通过这种单词软件去背单词 而且就是你一定要形成一种日常习惯 背单词真的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如果你把它形成一种习惯 成为你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去做的事 这样就是天长日久积累下来 其实就就是会比较好 像我就是大一年每天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就是背单词 跟着这个软件去背 然后并且往我的笔记本上记笔记 待会我会给大家翻一下我的单词笔记 来差不多更详细的讲一下 我究竟是怎么样去记这些单词的 然后大一年就这样就可以 记完了所有亚斯托弗的单词 然后到现在我就发现 就是背完亚斯托弗的单词之后 就是没有一本特别适合我的词书去背 就是一个词库我本来想接着随便挑一本 类似于专八或者是什么这样子的词汇去背 结果我才背了大概五六个 我就会发现这些词汇根本不是我在写作中可以应用 或者是就是生活中可以应用到的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可能的确是专业心太强 就或者是你去背一些GREGMAT这种的词汇 也可能也会有同样的问题 除非你真的要去考这些考试的话 所以就是到后来这些单词 亚斯托弗的单词背完之后 我就基本上没有去刻意的专门找一个词书 单词软件去这样背 我主要就是靠我平时去阅读一些外刊 或者是读一些英文原版的书 碰到一些单词 我可以辨认出来我觉得它会比较有用 或者是就是比较长 稍微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话 我会去专门记一下 如果你还没有背完亚斯托弗之前的这部分 很有必要的词汇的话 一定还是要跟着背单词软件去背这些词汇 然后下面我就给大家翻一下我的单词笔记 具体关于背单词推荐的一些单词软件 还有一些就是背单词的一些相关的方法 我其实在我之前做过的一个视频里面就有说过 大家可以返回去看一看 如果就是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在这里我就主要展示一下 因为在那个视频里面我还没有翻过我的单词笔记 然后我的字可能写的比较乱 大家就见谅一下 我是采取这样一种方法 就是我会先把它的汉译写在前面 然后空出来一定的位置 再去写它的英文示意 我这样做的原因是以后我复习起来的时候 就是我可以把后面的这种英文示意的部分遮住 就是拿一张纸会把它后面的盖住 然后光看就是汉译去看自己能不能反映出来 这到底是什么的一个单词 所以就是相当于给自己提供一种复习的方法吧 或者是其实你哪怕不用一张纸 把后面内容遮住 你以后就是浏览起来 你也会先看到这个汉译 这样你的脑子里就会 无论如何也有一个空档去反映一下 这个单词的英语是什么 我是用欧陆词典背单词的 就是它在就是每一个词卡里面 就会有一些它常用的搭配 包括例句 我觉得就是无论你用什么背单词 或者有些同学可能是习惯买一本单词书 然后跟着它里面会给一些例句这样去背 我觉得就是你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语境里去背 首先你可以记一些就是很基础的用法 比如说aversion这个词 我就会首先记一些它的很基础的搭配 比如说risk aversion就是风险规避 然后它的一些基本的用法 take an aversion to 然后下面的这个如果是实现入圈套entrap的话 就是也是entrap somebody into doing 也是一个可以看到就是最基础的这种用法 因为你肯定得知道它最基础的用法吧 然后你可以去看一些它的例句 我觉得欧陆词典这个单词里面的例句 给的质量特别高 就是你在学这个例句的过程中 你不仅重复强化这个单词的用法 而且你还可以就是顺带学到一些很多 很棒的其他的词 比如说我记下来的这个第一个例句 就是he had a deep-seated version to most forms of exercise 就是它有一种根深对各种形式的体育锻炼 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讨厌 然后就是当时我就看到这个例句 我就会把它抄下来 其实它的例句非常多 当然也不是要让你每一句都会把它抄下来 你还是要去选择一些典型的代表了这个单词的用法的例句 要不就是包含了一些其他很棒的一些词组的例句 比如说这句话我之所以把它摘下来 就明显是因为deep-seated这个词 我觉得可以在以后自己写作中去用 然后第二句就是 her aversion to alcohol consumption calls her to shun all social gatherings where such beverages should be served 这句话本身它这个结构 我觉得就是一句很精妙的话吧 然后而且尤其是这个shun这个词 回避避免的意思所以就抄下来这样的例句 对于所有的单词你都可以用这种方法 reation这个词我也会记一些 就是画蓝线的这句 years of rationing and privation 限量供应物质匮乏的岁月 upload的话就会有一些 哪怕说比较有些难度 但是我觉得会有用的一些表达 比如说an uploader of convention and correct form 一个循规导具的人 upload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national sovereignty 就是这是我们经常在中文里听到的一个词 词组但是不知道在英语里怎么说 就是维护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这样子 所以就是你去背单词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放在这些语境和语块里面去背 这样我觉得才有意义 然后你日后复习的时候 也当然并不只是就是看一下汉语 对一下英语 然后去检查你有没有学会它的拼写 一定要去看你当时记下来的 你觉得有用的东西 这些也是很值得去记的 这样也可以达到试半功倍的效果吧 就是你也可以举一反反 记住很多别的东西 然后这些蓝线可能就是我在复习的时候 发现自己曾经记过 但是不太熟悉的一些 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有用的表达 我就又把它重新画了一遍 对于所有的单词 我基本上都是这样去记的 然后所以就是有些同学 他们可能会就是指在手机上面 这样把单词过一遍 或者是多抄上几遍 我觉得这种其实没有多大意义 尤其是你如果不去记一些句子的话 像很多人会用摆磁展这个软件 我一直就不是很推荐摆磁展这个软件 因为我觉得它首先做的不好的一点 就是它每个单词都会去配图 有些人可能说就是这个配图挺好的呀 就是它就把这个单词可视化 但是我感觉它的配图都就是太过出戏 所以以后你看到一个单词 你可能脑子里首先 你根本没有记住它的这个含义 但是你就凭着一个视觉的印象 你就会选出来当时和它对应的那个图片 因为它这些图片里面不是人物表情特别夸张 就是这个图片本身很搞笑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反而起到一种反作用的 而且摆磁展它每一个词都只有一个例句 背完这些单词之后 或者你还没有背完全本的过程中 你时不时的也可以去进行一些复习 在大一的时候因为我有些私修马缘这种课 就是我就不怎么听 但是我人还是会去 在这种课上我就会带上这个笔记本 然后去翻一翻 就相当于在这种课上用来学英语了 而且在背完整本 就是所有的雅思托福单词之后 我还就是整体的做了一个归纳 其实这个工作我也是前一阵才刚刚开始做 就是准备这个比赛的时候 就是去翻一翻这些笔记 看一看具体有哪些自己当时记过的句子 可以在哪些方面去用 比如说这里有两句话 我就就是其实当时记的时候是无意的 然后发现它们其实都和环保有关 然后我就把它用在电脑上做了一个归纳和整合 就是哪些句子可以以后都用到环保的方面 还有一些用到别的一些话题上面 就是你去做一个归纳和整理 像这里就是我就把它整理到了 就是这是印象笔记这个软件 我觉得它非常好用 也推荐给大家 就是这就是把那两句话 缘分不动的腾过来了 尤其是这个第一句 我觉得真的写的特别好 就是非常出彩的一个句子 感觉它写的还是非常的不错 而且这里还说到就是 之前我做的一个视频里面 就是提到一个光标曲词的功能 就是你把这个鼠标移动到一个词上 它就会停止两三秒 它就会出来这个词 这里用的也是欧录词典这个软件 就是它的电脑版就非常方便 比如说你这样 你就可以点击这个词典的小按钮 它就可以看到关于这个单词的一些示意 它也是会有很多 对这个禁忆词这个模块 我觉得也非常好 就是你一个单词搜出来 就会有它的禁忆词 这样就完全可以吩咐你的词读表达 然后这里还会有很多很多的例句 还有一些词组搭配 所以说这个词典我还是就是强烈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雅思和托福的词汇是 无论你有没有考雅思和托福的需求 我觉得都可以去背一下 因为我觉得雅思和托福的词汇的这个词库的整体选择 是对于你的英文写作 包括你如果要去阅读一些外刊杂志的话 是非常有用的 就是它里面一些单词 的确比起四六集上了一个台阶 我在背雅思托福单词的时候 就是也希望大家能不要局限于一个一个分离的单词 就是你也要注意 前后就是去对比一些 有一些哪些相同意思的单词 去做一些归纳和整理 就是要有一个总体的观念 背的过程中我就开始注意到 它有一些固定意思的词汇 它给出了非常多的就是词 比如说妨碍还有抑制 它都会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 就光在雅思或者托福的词书里面就会有很多 所以我到最后背完之后 我也是在电脑上面做了一个整理吧 就是专门整理出来了一些敬意词 比如说就是抑制这个词 它就会有inhibit 还有就是curb, suppress, preclude, deter 这样很多 然后妨碍也会有很多 就是所以就去做了一个归纳 虽然这个工作做起来时间可能会比较长 就是因为你要把你这个背完的所有单词 要不就是在手机上面把这个所有单词调出来 然后这样翻一遍 前提是你还得记得它的意思 所以你才能看出还有哪些词是同一词 然后或者就是你在你自己记的这个笔记上面 你可以不用先不用去看它的下面的那些 你记的那些词组和句子 但是你至少得把这些意思看一遍 然后挑出来一些同一的词 因为很多这些单词在你以后写议论文 就是尤其是亚斯托福的这种利弊型议论文 就是很会用到比如说抑制 就我们要抑制一个什么的发展呀 或者是什么妨碍到了什么呀 就是这种词词就会特别的多 所以我觉得你要是通篇 有的时候你都要用到很多次 你要是一直在用一个词的话 就会给人感觉你的词会特别匮乏 这种时候你一定要变换你的形式去 就是多用一些不同的说法 所以这样就会一下给人感觉到 你学到这些单词活用了起来 把它活化起来了就会特别好 去不去在后面粘贴一个例句的原则 就是我看到这个词的时候 我能不能用它造出来一个句子 我觉得如果你能造出来一个句子的话 证明你真正掌握这个词的用法 但有的词我甚至连它 就是到底是急误还是不急误 后面加不加吐啊 或者是怎么去搭配啊 都不会的话 我就一定会在后面粘贴一个例句 这样我复习的时候 看一遍例句我才能确保我会用这个词 不然我感觉 你要是不知道怎么用 你记再多的单词 或者把它们全部归类放到一起 只会让你自己更加迷惑 就是可能本来一些会用的词 都搅和到一起 就会也是产生一种反作用 所以一定要确保你去认识这些词 接下来我就去讲一下 关于写作的积累这部分 给大家推荐一个 关于写作方面的公众号吧 其实我基本上也就只关注了这一个 公众号叫做雅思情报圈 会推送一些雅思的作文 我感觉它比较好的一点就是 它在每篇作文前面 它给出这个作文的题目之后 它还会有一个关于这个题目思路的分析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你看这里就会有一个写作思路 多个角度去分析下这个作文 看它怎么去写 然后还会给你列一个提纲下来 然后才是给你一些范文 然后这些范文普遍我觉得写的也还不错 不过看多了之后会觉得有种千篇一律的感觉 但是还是有很多可以就是拿来用的部分 它里面有一些你觉得比较好的词作表达 也都可以记下来 包括它也会在最后提供一些相关的词汇什么的 有几篇作文是我在就是这个雅思情报圈 这个公众号上发现的 我觉得很不错的 我是把它全篇复制下来了 然后其实很多人他也就是关注很多这种公众号 你不会去看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全篇复制的话 你还是要有一些突出的重点 比如说我会用下画线去画一些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有用的词组 像这个有一些我觉得比较有用的 我就会用加粗标出来 这样偶尔想起来会去再翻一翻的时候 也可以一眼看到 就是会可以很直接的强化到这个印象 而且关于这种公众号的话 其实我关注了挺多和英语学习有关的公众号 之前我在做一个视频的时候 就有人在评论里说 关注了那么多看得过来吗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 也就是跟背单词是一个道理 你要让它形成一种习惯 习惯的力量真的是无穷的 像我现在就会 就是对于雅思情报圈这个公众号 可能是因为它是我关注的 唯一一个写作方面的公众号 我就真的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 就是它只要有新的推送 我就会点开看 这种就是你一开始就要让它形成习惯 后面你就不会把它当做一种负担 就是如果你刚开始就觉得 哎呀它怎么又推送了 然后我留着什么时候闲了再看 就不会去看它 就是它推送了跟没有推送一样 这样你以后就会真的就怠惰了 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关注它的时候 你就告诉自己 这个它发的每一篇推送我都要去看 这样其实你仔细算算 不会花很长时间 或者是你哪怕当时可能没有去看 你可以把它添加到收藏里啊 或者是就是以后想起来什么时候 也去看一下 因为它真的每篇内容都会比较好 或者是哪怕是你时间比较不太充足 也没有那么多碎片化时间的话 你可以等到每周末集体去看一下 它这周发的一些东西 然后统一整理一下 我觉得也会比较好 而且我觉得归类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比如说我就会有专门一类是环保 然后环保类的一些可以用到的词 特别的我会去记一些 怎么去在议论文中引出观点的一些句子 就是很多人都会说什么 on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 然后some people say 然后others say 就是这种就特别的死板 所以我就去记一些 我觉得比较高端的 其实这些也是我在看一些公众号 我每次碰到一些我觉得挺好的开头模式 我就会把它记下来 就是雅思因为每次都会考图表 所以也就是关于图表 你是肯定需要去专门记一些自足和表达的 不然一个图表你很相比 纵相比很容易 全篇都一直在用同一种迅速方式的话 我觉得真的就是会让老师对你的印象非常不好 接下来就说一说关于输入的部分吧 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公众号 就是叫做田间小站 它会有很多外刊的资源 比如说我们在他的这个后台回复 经济学人 然后他就会给你跳传一个网站 你在这里可以看到 他有一个2019年经济学人的一个总体的汇总 然后他就是定期 就是每期都会更新 然后我一般是用PDF版 因为这样也会比较方便 对就是往期的也都可以看到 不过你最好及时下载 因为他有的时候 他之前用百度云链接分享过 他有的时候会过期 然后在这里就可以下载到一些经济学人去看 我觉得就挺好的 他其实除了经济学人之外 还有非常多的一些别的资源 就是也在这个网站上面都会有 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个网站 一定要给大家推荐一下 然后至于就是 经济学人他这本 外刊究竟好在哪里 就是你不要被他的名字吓到 像我刚开始也会被他的名字吓到 我就感觉经济学人是不是就一直在讲一些经济学 也会讨论一些热点的一些社会问题 比如说他之前就讨论过一些校园霸凌 还有电子烟的问题 我觉得这种就特别好 这种文章你去多看看 对于写议论文 就是英文议论文是很有好处的 就是因为其实雅思的那种议论文 无非也是考一考 就是这种社会热点现象啊 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觉得经济学人 另外一个很就是很棒的地方 就是他里面的一些词汇 尤其是词组还有俚语的使用是特别棒的 但是这个可能就是要求你 英语有一定的积累 才能有的东西才可以读懂 比如说在我之前读到的一篇文章 就是他一期专刊 他里面可能那一期主要是 着眼于就是最近澳大利亚的 这个经济发展趋势的 然后我就发现他的一些文章的小标题 还有标题就起的特别新颖 就是我乍一看会不知道 他是在说什么 所以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去搜一搜 结果就带出来一连串一些 有意思的俚语还有表达 就是为什么他会起这种双关的标题吧 然后比如说就是 我就拿一样我当时记的笔记来说 就是Killing the Goose这块 就是他这个Killing the Goose 是他一篇文章的小标题 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用 就是杀一只鹅这种小标题 然后他这段里面的一个核心句子 我也写到这里 就是the irony is that just as the benefits of this setup are becoming so obvious Australians appear to be growing and disenchanted with it 就是后来 这后面是我自己写的分析 字还是非常乱 就是这篇文章着重讲的是 澳大利亚在经济 包括就是养老 还有医保补贴 移民政策等等方面的优越性 对于他国家发展的贡献 但是就是近年来 澳洲的国内的政客却 就是想阻止这些 这种优势的体制 然后英文中有一句谚语 就是Kill the Goose that lays golden eggs 就是中文就是杀鸡取懒 如果执意的话 就是把下金蛋了 扼杀了 所以就这里就立即可以看到 就是这两种情况之间的联系嘛 就是他在讽誉这种 这些政客把一个 本来可以带来优势的东西 却企图想要抹杀掉 然后所以这里的这个小标题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接下来他又有一篇文章 他的标题叫做 The Wonder Done Under 然后我当时就想到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专门去查了一下 然后之后发现 这个题目它又是一个 其实又是一个双关 然后The Wonder Done Under 它整体是一句谚语 它的意思是奇迹降临 这个就是对 可以看作是对澳大利亚 最近经济发展 特别好的一种赞美吧 但是就是Done Under 这个单独拿出来的话 它在口语里 它是会就是 特指澳大利亚或者新西兰 可能是因为它这个地理位置 是在西方国家 就是欧美国家的南部 所以就是在地球的下面嘛 感觉就是所以Done Under 就是用来指澳大利亚 或者新西兰 比如说我又找了一个 网上的例句 The Oc dollar strength in recent years also hear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wine from Don Under 它这个from Don Under 就直接代替了 from Australia 就是Done Under 就直接用来特指澳大利亚了 所以The Wonder Don Under 就是你如果把它整体 看起来它就是 奇迹降临的意思 然后Don Under 如果用来指代澳大利亚的话 就可以表示 The Wonder in Australia 就是意思就是 澳大利亚的这种奇迹 所以它也是一个 非常巧妙的双关 所以它在经济学人里面 这种出现的频率 其实非常的高 我觉得你在读的时候 也是要带着问题去想 就是这个是怎么回事 然后多去查一查 其实你发现一个双关 或者发现一个 比较隐藏的一个 小彩蛋的那种感觉 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觉得学英语 其实也不是 或者机械的过程 它和学理科 其实都是一样的 都是你要去请思考 去多问几个为什么 然后这也是 我觉得很多人说 原版的外刊 它可能就是真的会让你 体会到外国人的一种 思维方式 还有他们自己 真正会去用的一些 表达和俚语 至于还有其他的 可以推荐 其实我觉得China Daily 就是中国日报的英文版 也是非常不错的 总有人说 就是不要读这个 因为它是中国人 自己编的 自己写的 但是我觉得 就是你凭什么这样说呢 中国人自己编的 难道就不好了吗 其实它的内容也非常好 而且我反而觉得这种 它可能比较正统的 这种潜词造句的话 多读一读 尤其对于你去写英文 一读文的话 更有好处 因为这个经济学人 它的确是比较高端 然后比较活 很多东西你学了之后 不一定能用到 但是像中国日报这种 尤其是它又贴合 国内的热点的话 就真的会特别有用 而且其实你也不一定 非要通过这种大篇的阅读去 专门去找外刊 就像我之前还有 就是在B站上面 关注了中国日报的 它的这个官方的账号之后 发现它有一天发了一个 就是外交部发言人的一些 就是 其实是一个中文的发言稿 然后它把它就是 一小部分做成了英文 然后我觉得那一篇 是一个特别好的学习资料 这一篇 它是当时6月11号那这儿 就正好是出华为这个事的时候 它就发了这样一篇推送 这篇真的翻译得特别好 就是这些 它也会给出一些句子 还有一些 里面涉及到一些词组 我觉得就特别好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 这是一篇 很好的学习材料 我就专门把它就是 总结了一下 然后一些有用的东西 也是寄到了自己的笔记上面 所以就是 你要经常去留心的话 真的到处都是有 你学习可以用到的东西 你可以看到 我之前去读的 经济学人的一些笔记 我也是寄到纸上了 我现在是真的觉得 为了以后的方便查询 还有整理的话 真的是寄到电脑上会好很多 所以后来我把一些 读经济学人的东西 也寄到电脑上了 真的还是推荐 这个印象笔记 这个软件给大家 因为它手机端和电脑端的 同步也特别好 就是我在电脑上 编辑的任何东西 我在手机上随时也都可以看到 所以有的时候你在站在路上 排开队啊什么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 就是会翻出来这个 就是我自己记的这些词读表达 这些东西稍微看一看 说不定就记住了 是吧 然后接下来就说一些 就是可能会比较小众的一些 大家有关于写作方面的疑惑 就是上大学里面很多人也会比较头疼 就是有的时候要用英语做presentation的话 就是写这个讲稿就会特别麻烦 因为我也没有挂VPN 就是没有办法去上谷歌这种网站 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就是 你去用必应这个网站 你如果先上必应的话 它默认是一个国内版 但是你一旦把它切成国际版的话 其实就是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因为它里面搜出的所有东西 都是直接是英文的 比如说我们假定说 你在英语课上要用英语 说一个关于中国文化的这种话题 这个其实比较复杂 因为中国文化很多东西 就是有一些概念很不好翻译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搜索 比如说Chinese culture 这样然后它出来的所有东西 都会是直接是英文的 这样你其实就只用做一个筛选就可以了 就是去找到一些 你觉得比较有用的东西 也可以直接翻译下来 我觉得直接复制下来 我觉得这种比你直接去拿去积翻 或者是自己先把它用中文想出来 然后慢慢自己就是写成英语的话 会稍微容易一些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偷懒的好办法吧 就是用必应这个搜索站点 具体关于这个比赛的话 我觉得它这个比赛其实难度非常的高 而且它出题的方式特别灵活 基本上没有什么你能抓得住的东西 但是无论怎么说 就是只要你是写作 它的方法都是相通的 所以就是还是要按照自己平时的那种积累方法 不过比较独特的一点 就是它这个比赛 它会给你一些指定书目 像这些其实是它的阅读大赛的指定书目 写作方面它没有指定必须要读一些书 但是它也给了一些推荐 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可以感兴趣的话 都可以去上一下比赛的官网 它里面会有这些推荐的书目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作为阅读材料的话 真的非常的好 像这是今年的阅读的推荐书目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都很很高深 比如说学校与社会 然后解读博拉图 人类进化简史 中国思想文化术语 然后中国哲学简史 当然都是英文版的 这些书其实我觉得很值得一读 无论是从思想深度还是他们的潜词造句 都是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所以我昨天就是得知自己 晋级全国决赛之后 我就突然想到我可以在这上面 把历年他推荐读的一些书都去看一看 其实这些书也真的质量都特别高 这是他2017年的指定书单 就准备都去找到 争取找到他们的电子资源 或者是去买一些 然后来读一读 那么说了这么多 最后就到了给大家的福利时间了 就是我现在手头上也有很多 我以前写过的作文 包括是为这次比赛准备了一些 就是挺长的一些议论文 就是讨论一些弱点话题啊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这种作文都比较多 然后就大家如果去关注一下 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 在后台回复英语作文 我就整理了三篇 我觉得比较好的这种大作文 给大家分享出来 就是这个是所有人都可以去 直接提取的就关注上公众号 然后回复完就可以获得 然后如果大家在这个视频的评论 或者是弹幕里面冒泡的话 就是随便发个什么 我最后会在一定时间内抽五位朋友 然后给他用百度网盘的链接分享一些 我之前写过的作文一起发给他 就是包括一些雅思的作文 就是有这些都对应了 梅布尔雅思真题里的一些题号 然后还有包括我高中的时候 写的一些英语作文 我当时高考完把它整理出来 都是用扫描出来 都是我自己写的作文 我觉得每篇都非常好 而且是很水体书写的 所以大家看起来也应该会比较舒服 高中的一些笔记 在我的主页里面 你也可以看到我以前发过一条动态 语书音物化身六门的笔记 我都是有在售卖的 你也可以去私信联系我 然后去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买一下我的这个笔记 这期的分享大概就到这里 其实我觉得英语 真的是一个日积累的过程 所以如果你目前的英语能力 不是特别好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一步一步来 就是慢慢的去积累 一定会有很大的提高的 所以也不需要着急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一定要多多给我点赞 弹幕投币收藏还有评论 前面发一些我日常的视频 感觉就是关注量特别惨淡 其实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大家就是看一看 我每周都会去看展啊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 看这种类型的视频 然后就觉得正好借这样一个机会 给大家再去分享一些 英语写作方面的技巧吧 然后就是如果后面还会有 同学就是想看别的方面的视频 我也会争取抽空做一些 更多学习方法的视频 虽然我平时学习特别忙 感觉做这样一期视频 需要很长的时间吧 但是就是还是希望 大家能多多鼓励我 就是因为如果没有人看的话 我就会瞬间放尸动力 去做这些东西 然后所以就还是希望 大家能多多支持我 然后祝大家都能在英语学习上面 取得更大的进步 然后比赛的进一步 就是动态的话 等我到时候去北京比赛的时候 也会录一些有趣的视频 到时候展示给大家看的 那么就下期再见了 拜拜